嗨大家好我是斜迪 我现在是在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 早上8点多钟我就坐了一个租租车去机场了 因为我11点多钟飞机 从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飞中东的卡塔尔 一般做正规的租租车 从老神区到机场也就是个500罗比 这个人民币27块钱左右 尼泊尔等到以后还是有机会再过来玩的 因为我还没有个徒步呢 EBC ABC都没有走 等到以后吧纠结上一些队友 把装备凑齐了再来 这一次纯粹就是过来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到机场了 这个机场很小的 OK 谢谢兄弟 这么多人啊 但是不要慌啊 他们这边是流行一个人出发一家人送 这个机场还不错的 毕竟是个小国家嘛 好了 我也准备进去了 我还是搞个小猜猜 在这边排队吧 先过安检啊 今天坐卡塔尔航空 在这边排队直击 我呢已经是换好登机盘了 这边还是遇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无人机啊 就必须要拖运啊 但是你要把电池拿出来 排队盖个黎静章啊 最搞笑就是 尼泊尔人那么多通道 外国人就这一个通道 黎静章也盖了 继续安检 后期大厅略嫌老旧啊 现在还有650块钱嘛 这东西现在是钱 带出去就是纸 为什么在尼泊尔机场的 这个店里居然有大白兔袋套 这个这不会有人买了 带回国送礼吧 这个就这个吧 巧克力棒 一盒三百两盒刚好六百 嗯 刚好留50块钱 OK Thank you 准备登机咯 加德曼都这个机场啊 是没有狼桥的啊 就是靠这个百度车 四川航空 哇 坐这班飞机就能回家啊 嗯 看到卡特尔航空啊 坐这班飞机就能去中东啊 这是一架大飞机啊 嗯 走了啊 中东大混子要重返中东啊 卡特尔航空啊 土豪航空啊 至少说是管饭 管水 嗯 空姐穿的都不错 嗨 欢迎订阅 先生 您的名称 您的名称 OK Thank you 有这么大的飞机啊 基本上都能坐满的 因为尼泊尔很多人在卡特尔工作 知道吧 真的是全部坐满呢 这机票也不便宜啊 两千七百块钱左右 平时啊都是一千七一千八 就这几天是两千多 要飞五个小时 再谈到多哈 啊 起飞了起飞了呀 我现在看个电影 阿曼达 这飞机越大 坐起来是真的是越舒服啊 越稳难 看一下卡特尔航空的午餐啊 这是鸡肉马萨拉米饭啊 这不会是飞尼泊尔的这一般 很印度特色的 很印度特色的 这个是什么呀 你没有人认识吗 我先尝一下啊 尝一下啊 尝都没尝出来啊 这啥东西啊 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这应该是个冰激凌吗 这是个甜点奶油的 嗯 嗯 嗯 好了 继续吃 麻萨拉 吃完饭继续看电影 魔兽 嗯 当年啊 我也是为了不落啊 哇 经过差不多五个小时的飞行啊 总算是快降落了 多哈 哇 这个机场就在海边啊 哇 哇 还是这种大飞机坐起来舒服啊 全程啊 几乎是没有什么颠簸的 嗯 这边肯定是有廊桥的啊 外边肯定很热啊 我看起来都觉得热 哦 好困啊 现在还是没有感受到外边的这个热啊 因为还是有空调的 包括这个廊桥都有空调啊 多哈这个机场也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机场的 国际大中转的 这不愧是土豪国家啊 你看这机场弄的 高端大气上档次 超干净啊 就是走路去行李提取特别的慢啊 要十几分钟呢 可能二十分钟 他这边机场里头就有这个轨道列车 这不愧是土豪国啊 真的是 这太爽了吧这个 就这样几分钟就到了呀 哎呀 真的是 只要前到位 土豪 啥子有办法呀 真的是 好了已经到了 我也是第一次在机场体验 机场内的这种轨道交通 让大家去取行李啊 过海关更进一步 在这排队入境啊 中国人来卡塔尔是免签啊 你直接拿着护照过来盖章就行了 但是好像要弄一个保险 反正保险我也买了的 总算是盖到入境章了啊 就啥也啥也不要啊 真的就直接进盖章就可以了 免签啊这个 这个运气真的无敌了 刚走过来 哦 哇哇 刚走过来呀 就老远就看到我的行李了 看一下东西都在 拖鞋也在 好了啊 我要出去了 嘿嘿 一个老朋友啊 好几年没见他了 在这边等我呢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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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出去 又见了 两年了 哈哈 这都太快了 两年两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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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找小张啊 试图找过两三次啊 都没有成功啊 我的那批装备是游过来游过去 带过来带过去的 哇 我要到室外了 诶 哦 这个是真热啊 我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 三十八九度的热浪了 这有个三十九度三十八度的呀 四十多年 快四十度了 快四十度了 哇 这个太夸张了 赶快赶快赶快 进去进去进去 这个点来这儿真的是遭罪 我们现在是坐地铁 这个从尼泊尔一下子到了卡塔尔 我的天哪 这个插的真的是 大几百年呢 全世界都有朋友的好处 你看 小张有两张地铁卡 我就不用办地铁卡了 他还有两张手机卡 这就是卡塔尔多哈的地铁卡 重值 这个卡塔尔钱呢 叫里亚尔 就相当于是一块钱 折合人民币两块 对 一比二 没有 这就是 好了 走 体验一下土豪国的地铁交通 我这次来卡塔尔啊 还可以赶上他这边的世博会啊 2023年的 这个土豪国的地铁站是又整洁 是又大方啊 车厢也不错啊 都没这么人啊 人少 公共交通又好 我们做的属于这个 就属于老百姓做的区域啊 王室好像是在那边是吧 对 最痛 我们都过不去 这个无人驾驶的地铁啊 坐在这看一会儿